中天娛樂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亞蘭 就很開心很激動 沒想到 意料之外 因為一直覺得說 應該金鐘獎評審跳脫不出那個框架 會覺得明明是個女生 為什麼她可以入圍男主角 所以並沒有期待 真的很開心 就是評審突破了思維 讓一位真的很 很為表演盡心盡力的演員受到肯定 覺得這樣子都有機會了 所以大家不要放棄希望 以前報名都是以男主角 因為我就是戲裡面的男主角 女主角另外有女主角 所以我們的小生就是男主角 如果說我是男主角 然後去報名女主角 這樣才是奇怪 那如果今天界定的獎項是男演員跟女演員 我就會報女演員 那我覺得我應該也有勝算 因為女演員演男生角色 應該也會很特別 忠孝節藝也報過 都沒有下文就對了 對 因為就是史無前例嘛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這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問每一個藝人都會說 你今年幾歲嗎 大家都會說我18 都說18 所以我一直都以18字跡 所以不用很努力 詮釋我就是18 我覺得大家都是耶 今年的演藝圈的作品非常多 而且大家都非常豐富 很多元 全部的人都為了這件事情 這部戲在做努力 我想你接到這個角色 應該也會倍加地付出 所以我覺得大家都表演得很好 那就是看評審怎麼去界定 或者是說 他怎麼去評定這幾位入圍者 我當然有信心啊 我從小就耕耘 在演藝圈 從進入洋梨花歌仔戲 就開始不斷地自我挑戰 然後一直很用功地學習 也是楊麗花的教導 就從帶人處事 應對進退 然後到就是演藝的表演 所以我每一刻都是 戰戰兢兢的在這個演藝圈裡面 無論做什麼角色 主持也好 演戲也好 出唱片也好 我都把握每一次的機會 所以我對自己很有信心 超級有信心 我覺得是傳承的斷層 就是不是只有觀眾 我覺得觀眾都是信賴我們的 就是洋派的 DNA 大家都是信賴的 不能扛著台灣文化的招牌 讓台灣文化沒有面子 所以我們都很用心地在做 就從君臣情深到忠孝結義 就時隔了16年 其實很多人才 他們基本上都已經有的離開 或者是轉行 然後還有文舞場的老師 樂隊老師 戲曲導演 身段指導 唱腔指導 排練指導 很多配備比較辛苦的就是 再重新培養這一群人 還有就是培養新秀 像還有搭古裝布景的人才 那以前搭古裝布景 其實我們台灣人才季季 就是很多那時候古裝劇很興盛的時候 那可是現在都沒有人做了 那一樣嘛 就是那些人才一定會流失嘛 所以比較困難的是這一點 就是你要一直不斷地傳承人才 要不然這些人才都會不見了 為什麼時隔16年 就是他的需要的資金真的太龐大了 就是像我們的歌 因為現在的電視聲道都那麼的清楚對不對 你一定要進錄音室 歌手有時候一年都出不到一張唱片 我們一次要出大概20張 就是 就是這一方面也要花很多錢 然後古裝的自己 古裝的服裝 然後沒有古裝場景的時候 也要用電腦動畫 所以 資金這一方面也是很大的挑戰 粉絲還是喜歡看CP對不對 不要 其實這些留言我有看到 但是我當時真的 就想說 我已經沒有房子可以賣了 因為文化部有補助 然後很多企業 有名的企業都有冠名 然後也有贊助 如果沒有比以前的作品更好 你就不要做 那既然要做你就要做得很好 才不會丟臉 所以我們都很用心跟用力 一直希望說能夠在控制在預算裡面 那但是 沒辦法 你就是要花那麼多錢 所以只好自己自掏腰包 那 腰包已經破了 已經被我抓到破了 挖到見底了 所以就 那時候就有跟楊阿姨 很談說 真的抱歉 我真的無能為力了 然後他也說 順其自然 就是我們加薪金累積收視率 就是累積收看人口有1500萬以上 其實對我們來講 覺得這個傳播力真的是 最有效的 然後又這次又入圍 所以 所以就是重新看一下那個 粉絲們的想法 那有時候 請呼籲很多企業家來贊助 那天跟大家來聊天就說 不要在我的粉專呼籲 請你到企業家的粉專去呼籲 現在是沒有在計畫 所以 其實我們編劇 一直在stand by 當中 他就說 姐就看 你 怎麼樣想做 我絕對也全力以赴 所以呢 如果有續集的話 應該也是他執筆這樣 所以現在開始又接節目啊 有 有接戲啊 最好不要再 我真的沒有房子可以賣了 我覺得他是一個社會學 讀得很好的教授 雖然他沒有接受很高等的教育 但是呢 他 看過很多人情師傅 從小 在那台戲 跟隨著父母親 看過人生百態 到他 開始到廣播電 廣播到電視 一炮而紅 然後 大家追捧 他沒有迷失自己 他一直在親親自己 然後 對待我們就像家人一樣 每一位演員 他都把他當成家人 而且每一位演員的家人 他也是他的家人 所以他用一種 就是 家庭的氛圍 來關心我們 讓我們覺得說 在楊麗華歌仔戲 是 是 不分彼此的 所以他關心到大家的方方面面 不只是 只有我 就會把我們當成小孩子 再照顧 他都會耳提面命 然後 會關心你的食衣住行 他比家人還要更家人的 所以 他這麼的關心我們 用愛一直在包圍我們 雖然有時候 很會碎碎唸 但是 有人唸總比沒人唸好嘛 對不對 我覺得 我很幸運 可以在踏入這一行的時候 就有一位恩師帶著我 就是說 讓我很快的精進 跟成長 就是方方面面 他都會 引導我跟教我 所以我就覺得 真的 這輩子真的很幸運 能夠遇到他 沒辦法 我是他的徒弟啊 像這次 他也是 全力相挺 當藝術總監 然後 包括配樂他也去 剪接他也去 他也希望說 我的作品也很好 所以 我覺得 唯一有一點就是 就是我們兩個私底下 我告訴他說 嘉慶君 由台灣做完 我可能沒辦法傳承了 就是因為人才斷層 還有資金的問題 那時候 有哭啦 然後我們講 每次講到歌仔戲都會流淚 每個覺得 為什麼要 那麼的辛苦 其實 我也會主持 我也會演連續劇 其實我在 其他方面都是 都是可以有收入的 但是歌仔戲就是 都是在付出 雖然嘴巴都說18歲 還是要為自己著想 沒辦法 就是一個使命感 我所作所為 都沒有對不起我的恩師 我都還蠻盡力的 他也看在眼裡 不知道耶 要看他心情耶 每天都嘛在push 飽到未老 有沒有 而且他自己還說 他要說算命的時候 要演到80歲 我說你現在還沒到喔 大家都很希望再看到他 因為 真的就是 他除了演技 就是他長時間的 累積的功力 我覺得他更應該入圍男主角 他也應該得 那就是因為他現在沒有作品 然後 希望他 他再出來演一下 我盡量能不勞動他就不勞動他 那我覺得 他如果自己覺得有興趣的話 他想出來 我們會敲邊鼓 陪伴喔 陪伴 我去工作場左右有人陪伴啊 你所謂的陪伴就是 另一半就對了 現在目前是只有歌仔戲啦 來看緣分 我是沒有去想啦 因為越期待會越怕受傷害嘛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沒去想我覺得順其自然 我都隨緣 因為我們 我們都經過了嘛 對不對 感覺都享受過了嘛 那現在就是隨緣 你越勉強不一定會好 一個人呢也會習慣 那有兩個人也可以習慣 他以前還會幫我介紹男朋友 他覺得說你應該這個 這個不錯 家事背景不錯 可是就是沒有緣分 就是還是 還是全心全意在歌仔戲 以前是嫁給歌仔戲 現在是把歌仔戲當成小孩 也會不會很喜歡 你也會不會很喜歡 現在是誰 我可以說你 你會不會很喜歡 是誰 我可以說你 你會不會很喜歡